今天的股股推介 建议大家留意中国飞鶴6186 简选原因是 中国飞鶴以婴幼仪配方奶粉业务为基础 连续五年 稳居中国婴幼仪配方奶粉市场的第一品牌 凭借多品牌策略和渠道数码化的改革 飞鶴去年的销售表现比同业 并且实现市占率提升 面对行业的价格竞争和渠道去库存的影响 飞鶴去年的盈利按年跌了31% 展望2024年 根据彭博综合券商的预测 飞鶴今年盈利预料会止跌回升12% 去到38亿人民币 飞鶴去年的牌息比率 由2022年的46%大幅提升到70% 如果公司继续维持70%的牌息比率 跌加盈利能力提升 今年牌息预料继续提升 彭博综合券商的预测 飞鶴2024年预测的股息率是6.7厘 截至去年年底 公司现金及现金等价物超过104亿人民币 未来分红金额有保障 飞鶴今年至今累计跌了0.2% 跑赢同业跌10%至40%的表现 近月营造商底 并且升穿了颈线大约4.1的水平 昨天收报4.2号6 策略上短期如果4.1不失 可以在该水平吸纳 主要大航给予飞鶴的目标价是4.44 可以作为参考 不过跌穿3.8就适宜减测 虽然并且安殺Now ifting 林 年的 当